中文童话 自私的巨人 从前在一个城市的中心有一座城堡 城堡空了很多年了 一直没有人住 据说有一个巨人在城堡里 但是这么多年 从没有人看见过巨人 你们听说过城堡里的巨人吗 我觉得那都是谣言 咱们不应该相信谣言 咱们当中有人看见过巨人吗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 我们应该好好享受美好的生活 不用去理会这些谣言 那到底是谁在管理这个花园呢 城堡周围有一个漂亮的花园 里面有各种鲜花 草木 水果 鸟儿和蝴蝶 每天 很多孩子都来花园里玩耍 这里是孩子们最喜欢 也是最安全的地方 他们在这儿玩各种游戏 他们最喜欢的游戏之一 就是追蝴蝶 嘿 瞧那株橘色的蝴蝶 我来抓住它 可以追它 但请不要伤害它 知道不会的 花园就像天堂一样漂亮 可是有一天 巨人来了 他看到花园这么漂亮 而且管理得很好 非常高兴 爸 我漂亮的花园 看起来自然母亲一直在保护它 我很高兴回到这里 巨人回到城堡的时候 正好是下午 当时没有孩子在花园里玩耍 巨人喜欢花园的宁静 可是到了傍晚 巨人被外面的吵道声给惊扰了 孩子们来到花园里玩耍了 巨人喜欢独自居住 不喜欢周围有其他人 他决定出去到花园里看看 巨人来到花园以后 孩子们都被吓坏了 他们开始尖叫着到处乱跑 四处寻找藏身之地 巨人看到有这么多孩子在这玩耍 非常生气 走开 你们这些小怪物 你们会回了我漂亮的花园 走开 以后不许再来我的地盘 这是我的花园 不是你们的 花园里的孩子们都跑了出去 跑回了家 巨人回到城堡 享受着周围的宁静 巨人又睡着了 孩子们以为巨人已经走了 又忍不住进入了花园 巨人醒来后 发现孩子们又在花园里玩耍 就愤怒地对孩子们喊叫 孩子们吓得跑掉了 从此以后 巨人一直看守着花园 甚至晚上都不睡觉 到了夜里 他看到一段树枝从树上掉下来 他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早上 巨人看到又有一些孩子 在花园里玩耍 他愤怒地冲到花园里 孩子们看到巨人生气的样子 都非常害怕 这次巨人决定 加高城堡四周的围墙 现在 城堡里终于只剩下巨人自己了 没人再能进入城堡 巨人可真自私 他怎么能够独自占有花园呢 他一定是个悲伤的人 我们应该搞明白他为什么悲伤 可以请他跟我们一起玩 我们只有先进入城堡才能邀请他 巨人一睡就是好长时间 醒来以后 他就坐在窗前欣赏花园的美景 他看到又有一些树枝陆续掉落 他想到 也许这只是暂时的 等春天来了 我的花园会再次繁盛起来 他一整个冬天都坐在窗前 看着他的花园一天天枯萎 我要等到春天到来 到时花园就有圣迹了 还会比以前更漂亮 春天来了又去了 花园里却一直死气沉沉 连一朵花也没有开 也没有鸟儿和蝴蝶 巨人非常失落 为什么我花园里的花都不盛开呢 为什么自然母亲 不再观照我美丽的花园了呢 难道自然母亲生我的气了 可她为什么要生气呢 巨人日夜不停地思考着这个问题 她内心充满了孤独 一个美丽的早晨 一些孩子又溜进了花园 在花园里玩耍起来 然后巨人看到了他们 巨人很生气 他跑过来大喊大叫 孩子们赶紧逃出了花园 但有一个男孩没有逃走 巨人看到他站在一棵树下 巨人走过去时 他吓得发抖 然后大哭起来 你在这里干什么呢 巨女不要杀我 我以后再也不来了 我会杀人吗 不 我不是坏人 不 我不会杀人的 也不会杀你 不要哭了 我想回家 请让我走吧 在我来之前 你在做什么呢 我想爬到这棵树上 但爬不上去 哦 是这种啊 我来帮你吧 巨人举起小男孩 并把他放到树枝上 把你的朋友们都叫来吧 你们可以在这里玩耍 巨人看到小男孩脸上露出美丽的笑容 小男孩叫来朋友一起玩耍 孩子们都进来了 巨人就返回城堡 在回去的路上 他看到有两朵花 从一株植物上长出来 巨人很惊讶 也很开心 他转过身去 看孩子们愉快地玩耍 从那以后 孩子们又开始像往常一样 在花园里玩 很快 花园又像以前一样 生机勃勃了 居然坐在窗前 他终于明白了 花园保持美丽的真正秘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